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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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你回去看你妈妈 那你 因为自我的东西很盲目的 她看门就说妈 我回来了 就那种 我回来了 然后我帮你干这干 我给你炒菜做饭给你做一动 那种气 能想象出来那种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然后就很开心的 这样子给你妈做一顿饭 做完了隔两天就饭 因为你心安不下 静下来你回去了 你走进去那个月子 如果你心安住在当下那个 当你进那个月子的时候 其他的东西就不在你心里 你去观察 你会进去以后很平安的 和平稳的走进你父母的身边 去跟他们相处 去观察他们 体验他们的绝受 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 然后看到他们的 心里舒服的不舒服的 看到月子里有什么什么什么 你一清二楚 就去 去跟他们处啊 相处啊 真的 全身性的跟他们待在那 要么你就不回去 你回去了 只是一个名词回去了 你没回去 脑子装着 买脑子的东西 自我的东西 你如果很回去了 你全身性的进入了你父母的房间 全身性的坐在那 父母会很满足的 你会进去去跟他们待 哪怕一小时两小时你坐在那 你会知道很多你 你父母这一段时间 所有的所有的东西 都会在你的心 都会在你眼前展现 然后你去处理啊 需要是做什么就做什么 需要给什么 你才能真正帮到他 就是静下来去 在当 就是说如果我们活在当下 很多事情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就不会留有很多遗憾 因为你看得更 更全面 会更多的东西 如果活在当下 你在处理很多问题的时候 没有遗憾 很多东西 如果很自我的啊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一直都活在你自己那 你没有活在你爸爸妈妈那 你活在你自己那 就说哎呀 我只是因为我是你们女儿 我亲你们 什么叫亲 就因为你身上流着他们的血 就因为你跟他们做了多饭 就叫亲嘛 你了解他们嘛 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你的心都不在那 所以三天以后你就肯定会烦 因为心不在那 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如果心不在那 待久了都会烦 别说是回哪都一样 回自己家都烦 心不在 就是这样 在这想在那 在那想在那 隔两天就烦了 回哪都 人回去了 心没回去 都不能全然的 还住在那 静下来 但这个需要一些 能真的体验到那么细密的东西 需要你六根清静 需要当下的一些正量 但这个是平时注意你训练的吗 我是还有做过 但是我体验到他们的苦 我也有 他们也有乐 他们都苦 你不要 你静下来的时候 活在当下的时候 你不是照相 你是看到了实相 你不是找你妈妈哭的下去 她哭你就认为她 她哭的里边悲喜交集 什么东西状态都有 她哭是可能看到你了 喜悦再加上她委屈等等的哭 她里边不是一个情绪 知道吗 那你看清楚众生这个心态的那种情绪 看清楚 你妈妈可能明天她得到点什么 她买出一个小小的欲望 她就又不哭了 她很开心 众生都是这样子 你的父母也是 大家都是 你看清楚这些实相的时候 你就知道 在这一刻我能为他们做什么 你看不清你就永远帮不到别人 帮不到他们 你看清了 有时候你帮不到也不遗憾 因为这不算你能力翻 所以你没有遗憾 看不清你就哭鼻子 我很想帮他们 然后遮挡 就这样子 然后心又回来也不安 再拿也不安 回去你更不安 他们就那样 不苦也不乐老人 是不是 有苦事的时候就觉得很苦 有乐事的时候又觉得很乐 就是凡夫周生嘛 就这样活着嘛 苦得过来了就哭了 乐的饱来了就乐 前面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还不是乐了苦了苦了乐了 一辈子都这样 一直就是这样 乐乐可乐可 乐苦苦乐 这还是活得不错的 还有不好的就是连苦乐也不知道的 开玩笑的啊 说我苦乐也不知道了 无聊的无奈的 没麻木的没反应的也是一辈子 大部分就是都这样活着 嗯 是 因为我们就这几个情绪 脸上表情也没变得 就这三个苦乐麻木 脸上就这点表情 你还能表现出啥呢 不够丰富 所以把这三个状态 我们即使你开玩 你也有这三个状态 心里边也会苦乐麻木知道吧 但是你绝躁在呢 你知道这就是人里出现的三个现象 他遇到事情他就自然的反应 就像他要出来啊 有些潮湿的地方干了 那天不满蜜蜜的时候 有的地方应是就是发霉了 他是自然的出现的现象 你有觉受的时候 你自然不是苦就是乐 要不麻木 是不是 你这是现象来的 那这种现象冲击不了你的 冲击你什么 你是空性你是佛 有什么可冲击的 除非你不是 因为你就不是这个现象知道吧 你是空性没有什么东西 它打扰到你 是你没认知到这一点 要反复的认证 绝证这一点 是空性里边有不断的 有无数的社会不二的现象出现 有时候这个现象就把你牵着 你认为你就绝在那个现象里 扯了一个主角去演电影去了 如果你不愿意演 你退出来 那个现象它影响不了 你不演 它就是个剧本嘛 你就看电影 自己演你就继续演 进去演就辛苦一些 看观众就没那么辛苦 就这样 也不外乎 要么当主角 要么当观众 要么自己只是进去演 要么你就在外边旁观 要么看别人的 要么自己演 就这样 我会是一种感觉 就是我在这个环境里的一部分 因为在这个环境里 所以说不会取这种分别性 你就不是那个环境一部分 你怎么是呢 你先把它剥离出来 从所有的现象里剥离出来 剥离出来 当你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因为那个现象也空 那个时候你跟现象就合二为一 现象也是你 但是那个现象已经对你空了 不是时有的 也不苦了 就算苦了什么 也对你没影响 刚开始是有影响 刚开始一定要剥离出来 就想演戏 就进去自己演 演得好一点 别把自己做到有不有力 每次羡慕的时候 都偷偷地拉下来 都是悲剧 每次羡慕的时候 都没喜剧出来 每年演个剧本 大家 每个人演的剧本 有的喜剧 有的悲剧 有的悲剧 自己就不演了 光看别人 看别人演戏 演剧本 然后实时地告诉他 演砸了 也砸了 赶紧出演 那个不行 你那样演完 肯定是悲剧结尾 你就直接告诉他就行了 哎呀悲剧就悲剧了 人家看悲剧 你有什么 那就继续 你再看 就是这样的 佛说我们都是悲剧 都是最后死 大家也知道 但是要看 你要吃个旁观点 就死就死了 那电影不就晒场了 就陆哥经常看的电影 死光光 大家都 最后其实都是死光光的 这个世界都死光光 最终也是个死 但死光光了 你要看完电影 就是死光光了 我们今天还会记着他吗 谁也不会很伤心 谁也不觉得它是个悲剧 就是一个电影 死光光了最后 我们也是那样的知道吧 不用记着 也不用认为它是悲剧喜剧 我们就死光光了 怕傻 壮恋就壮恋了 就傻了 就是一辈子嘛 但是最好是也好一点 你不然按照演的时候 就悲痛了 又抓脸又悲痛 又扭手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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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挺恐怖的 自己又怕 别人也怕 就是胆在心情的 就不要 一点点就 考得灵魂回来 我们其实修行是努力 让生命的电影演的 不要演悲剧 不要演暴力 不要演色情 不要演得太低气 也个就是 就算不喜剧吧 历史片 也可 什么纪律片 纪律与别人的历史片 对 你看我们这大概 大家演的也都是一些 野情片了 家情片了 这些 不是这些 比如说百年演个纪律片 纪律片 你纪律片就不错了 有的人直演历史片 比如说 新华了 他演暴力片 他演不了暴力片 他是旁观 他演不了 纪律片 有时候没内容 有时候就有了 百年色 一段一段的 他是短时间羡慕 他又开始了 又短时间又羡慕了 他不演续剧 他不演续剧 有时候懒 最好短短的演一下 又羡慕了 谁演电视剧 你们不都演吗 每天 你就是那个演 我就看你们演 地狮嘛 地狮我们这个 大姐也没演什么暴力 我没演 没演 没敢演 没敢演 那是嘉庆龙里片 嘉庆龙不酸 演的都不精彩 没啥精彩的 没啥高潮 没啥 还不好看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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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 你 restaurant 在哪里 我不得 我 我不得